这棵是我的枇杷树 种在室外的 你看它长得多好 今年它长高了很多 去年冬天的时候 我给它过冬 用了一个泡沫箱 倒扣过来 给它过冬的效果非常的好 可是今年不行了 因为那个泡沫箱的高度 没有这个枇杷树高 那么我就得给它做一个自制的保温箱了 这就是我去年用的这个保温箱 你看它今年长高了多少 那肯定是不能用了 对吧 那么去年呢 这个保温箱啊 非常的起作用 我冬天呢 零下二三十度 这个枇杷树都挺过来了 所以啊 对于你如果有那种矮小植树 不得不在室外过冬的朋友呢 你可以参考我这个保温箱 这个泡沫箱 做保温箱的方法 来保护你的植物 具体呢 请参看 我和大家推荐的 我之前的这个视频 现在啊 我们关键就要去选取材料 搭一个架子了 大家看 这是我选的这个材料 这个材料呢 是我家里边本来就有的 大家都知道啊 我这个人最喜欢 因地之谊就替取材了 不过大家看好 这种东西呢 在这个家具店 也是非常容易买到的 这是那种铁键 看 两边有这个 然后再配上一种这种 它的特殊之处 在什么地方呢 是它的这个端口 这是这个东西 端口这是这种东西 好了 现在到底怎么样把它搭成架子呢 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老公正在装这个东西 这个架子的长短啊 你可以根据你的这个植物的高矮 还有它那个枝叶伸展的范围 自己来决定到底买多长多短 大家看 像这种带孔的 就作为它的四个腿 然后这种没有孔的 你看 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小丁丁 它就是从这个大圆洞里出来 然后塞进来以后 两个洞洞塞进来以后啊 用锤子把它往下锤 然后它就到了这个地方 就固定了 看到没有 这个小丁丁在位置里头 用锤子把它往下打就可以了 那每一个都是这样装上去 记住啊 这个小铁片呢 它有一面啊 它是有一个这个东西的 这个是我装的 我把它装反啊 不应该这样装的 应该这个东西呢 冲在里边 它就把这个几个腿啊 就固定了 现在老公在帮我修复 将来你要拆的时候呢 你也是用锤子把它给朝反方向 砸上来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家里边有什么木头啊 杆之类的啊 都可以 你只要能搭成这么一个架子就行了 东西啊 因为在家里放了很久嘛 生锈了 所以呢 为了漂亮 我还得给它打一下沙纸 然后给它喷上颜色 喷上漆 现在这个架子做好了 呃 我现在呢 就要用这种泡沫箱啊 这个泡沫箱 因为是我家里边本身就有的 对吧 我要把这个泡沫箱呢 切割成片 然后用这个片呢 都围在这个架子的四周 把它给封起来 那家里没有泡沫箱的朋友呢 可以直接到建材店里边啊 去买整块的那个泡沫板 也很便宜 它这个泡沫板呢 在建筑上呢 是用于这个 insulation 也就是隔离的 造房的时候就是 嵌在这个墙里边啊 隔热啊 隔冷啊 所以啊 它应该也是起到这个保暖的作用的 你看这么一大块 4个FIT乘以8个FIT 这么样的一大块哈 也不贵 也就是将近9块钱的样子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 一地狼吉啊 是我正在裁这个泡沫箱啊 把它裁成我所需要的一块一块的 那裁的时候呢 是需要一个工具的 待会呢 我会给大家介绍 有了那个工具呢 裁起来就非常的方便 那这个裁成多大一块 这个东西主要是根据你的架子的大小啊 每一个人呢 都是不同的 那现在呢 我正在把这个泡沫板呢 安装到我的这个架子上面去 跟大家说一下是怎么给它固定的啊 大家看到没有 因为我这个架子 我当时选取的就是它的四周都有这个孔洞 然后呢 你看这个是我的泡沫板 我呢 就把泡沫板啊 对着这个孔洞 给它穿个孔 穿个孔 然后用这种扎线呢 就把它给扎紧就好了 就非常的方便 你看 这边 转过来看 这边是这样的 你看 从外面看这个绑线 从外面看绑线 就这一点 对吧 忙活了一个下午 总算把这个枇杷树的保温箱给做好了 主要的这个工夫呢 就花在切割泡沫上面 所以在这里我强烈建议大家啊 直接去买那个就是现成的 刚才放给大家看的那个现成的一块整泡沫板 那你就省事多了 我呢 主要是把这些泡沫箱子一块一块的分割 然后又根据尺寸再给它拼到一起 主要就是为了废物利用 这个地方为什么留一个窗口呢 这个是作为一个观察窗 因为大家看一下这个箱子啊 四周都是密封的 因为我们这边冬天也是够冷的 四周都是密封的 包括顶部 那我总想让它见一点阳光吧 便于我观察它吧 我这里留了一个观察孔 观察孔呢 平常在这个冬天 它也有就是气温回升的时候 对吧 那我就用这个普通的塑料布啊 这样子 这里用图钉 把这个塑料布固定在这个泡沫上 这样我从外面一看我就晓得这棵树 在里面怎么样了 如果碰到大暴风雪呢 我从这个泡沫上割下来的这个原装的这个 我也没扔再给它填回去 这样就可以了 最后介绍一下用到的一些工具啊 主要有这个绑线 一把尺子 这主要是为了就是切割泡沫的时候啊 能够切的漂亮横平素直的对吧 最重要的呢 就是这个切割泡沫的这个工具 我呢 待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工具呢 Ebay啊亚马逊啊都有卖的 我是在 呃 在这个沃尔玛网上 网上买的 它店里头也有 呃 沃尔玛应该是最便宜的 呃 如果你们买呢 我建议你们买那种10厘米长的 5厘米长的 6厘米长的呢 它也能用 但是搁起来呢 不如10厘米长的 就是顺手 因为10厘米长的 毕竟它受热面积 比较大一些嘛 所以它搁起来比较快一些 现在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这个东西搁起来泡沫有多顺手 这个东西呢 耗电量不大 呃 USB插口就可以 通上电了以后呢 你看啊 这个是我的这个泡沫边角料 你看多容易 你轻轻的往上一放 跟切豆腐一样的就下去了 你看 跟切豆腐一样就下去了 你想要什么形状就什么形状 你看 啊 用的时候不要有太大的力 呃 要给时间 给这个泡沫融化 你看 你轻轻的 真的像切豆腐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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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